以受困冰海的科学家 智力空军接获现报 三名波兰科学家在南极湾基地以外好几英里 研究冰原融化 没想到橡皮挺故障搁浅 科学家被大拼快包围长达一小时 联合国在气候崩溃中公布一份报告 指称南极冰原从2005年以来 几乎每年都损失1500亿吨冰层 如果地球继续暖化 将会导致冰原持续融化 全球海平面恐怕将至少上升三公尺 荣冰危机除了南极还有北极 浮冰面积是近千年以来最小 还要派出人工置冰船拯救北极熊 意大利总理孔蒂提出警告 海拔4800公尺欧洲最高峰 白朗峰的普兰品球冰川 因为夏季高温 每天滑动35公分 面临崩塌危机 大气层温是气体泛滥 造成海洋暖化 全球气候变迁 抢救冰雪圈 势在必行 记者彭馨仪综合报道